德班失明赛活平单打签表来了 王满玉遭遇下下签 陈梦也很难 国平难队上上签 北京时间5月18日晚7点 受到外界高度关注的德班失明赛抽签仪式正式开始 目前国平单打签表已经正式出炉 下面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女单项目 国平女单参赛的5人位列赛会前5号种子 所以国平女队是非常有希望包揽四强的 根据规则孙颖沙和王满玉作为赛会前2号种子 分别位列41区和44区 而3号种子陈梦和4号种子王毅迪 要通过抽签来举定所在半区 而他们的签位是由国平球员樊正东抽出 结果樊正东将陈梦抽到了43区 而王毅迪就自动落到了42区 这样一来孙颖沙与王毅迪同在上半区 陈梦与王满玉同在下半区 不得不说陈梦和王满玉在下半区的争夺 无疑将更加激烈 除此之外国平女单还有陈庆彤没有落位 而陈庆彤的切位是由日本选手张门智和抽出 结果张门智和将陈庆彤抽到了44区 这样一来王满玉大概率将与陈庆彤夺一张四强门票 而王满玉如果过关之后 接下来大概率又会与陈梦争夺一张决赛门票 不得不说作为未免冠军的王满玉 遭遇到了下下前 而对于陈梦来说 本次德班世兵赛对其意义重大 因为如果获得女单冠军 将成为世界拼弹第11位 同时在国平女队中也将成为继邓雅平 王楠 张一鸣 李小霞 丁明之后 第6位实现大忙贯的球员 不过从千秒来看 陈梦夺得女单过军的难度非常大 不仅与国平球员陈庆彤 王满玉 同处在下半区 同时所在的四三区 还有赛会女单6号主持 日本选手伊藤伟成 虽然自从东京奥会之后 伊藤伟成对阵国平选手 已经遭遇到了11连败 但要知道陈梦已经有三年 没有与伊藤伟成交手了 所以本次德班世兵赛 陈梦将迎来内外战双重大考 从国平女队五大主力的签表来看 孙影山的前卫确实非常不错 算是上上前所在的四一区 赛会前8号主持 遇到的是德国华裔 萧球选手韩盈 而孙影山打萧球选手 算是颇有心得的 而在三二区 王毅迪大概率会与 日本选手早田希娜 争夺一张四想当门票 如此的牵卫 孙影山晋级决赛难度并不大 接下来我们再看南丹 由于国平男队 只是占据赛会前3号主持 分别是凡尘东 王主钦和马龙 剩余两人梁静坤和林高远 分别是5号重刺和8号重刺 这样一来 就有可能出现极端的情况 就是有四名国平球员 同在一个半区 然而接位出炉之后 极端情况并没有出现 樊正东和王主钦 作为南丹前两号重刺 分别处在四一区和四四区 马龙落在了四三区 而南丹四号重刺 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就落在了四二区 接下来五号重刺 国平选手梁静坤也落在了四二区 考验梁静坤外战的时候到了 大概率就会与张本智和争夺一张四强名额 而国平男队的林高远落在了四三区 也就是与龙队同在一个区 二人很有可能争夺一张四强本票 而二人的胜者大概率会与王主钦争夺决赛名额 不得不说国平男队在下半区的内战竞争 还是非常激烈的 动关国平男队签票 极端的四人扎堆同半区的情况并没有出现 国平男队也是有希望包揽四强的 不得不说国平男队超到了一个上上前 不管怎么说 希望国平参赛的每一位球员都能有出色的表现 毕竟本次世名赛对每一位参赛的国民队员来说都不重要了 很有可能会改变其未来的职业生涯 我们也在这里祝福每一位国平队员好运